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八角怪》 影片一开场 晕了挖唧的酱油书正开着车送锅 这个时候一只野兔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酱油书一看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心想这孙子这么猖狂 这要是撞上还不得车毁人亡了 要说这老司机就是牛逼 再看酱油书憋入屁叫丹田一律护原器 一个老汉推磨及时避免了一起撤锅 可由于酱油书太用力了 把一桶化学原料给甩了出去 这桶化学原料掉进河里之后就开始放毒气 很快就让附近蜘蛛养殖场的蜘蛛变了硬 一周之后一直对蜘蛛很着迷的小正太骑着车 来到养殖场找龙套叔看蜘蛛 小正太说大叔您是给他喂了胡萝卜了还是吃了大白菜 他怎么长得这么宽 龙套叔说你看啊老弟 这些雄性球猪正在争夺雌性的注意 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该闷着命了 而且由于雌性比雄性大三倍 因此他们还一直延续着母性士族社会 也就是说这老娘们想跟谁追跟谁追 小正太这边前脚刚走 龙套叔就被跑出来的蜘蛛坑吃咬了一口 长期受压迫的蜘蛛们一看 急忙一拥而上 七嘴八舌就让龙套叔领了花饭 又过了一星期 小正太的妈咪冷淡姐正在和同事毛淡叔 勘察被污染的现场 小正太说我得赶快把这个消息通知龙套叔 冷淡姐说不许去啊 那些蜘蛛非常的危险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万一你要是哽着屁 我可就欠公尽气了 突然看到龙套哥正带着自己的闺女大胸没动风 这下可把他气得不轻 冷淡姐说你呀再敢带着我闺女下酒转 我就让你好看 就我闺女这大胸将来一定是明星 就你这自身条件的趁早给我滚蛋 回到家之后啊 小正太急忙往蜘蛛养殖场打了一电话 可此时的龙套叔在蜘蛛们的裙皮之下已经挂了 到了晚上 当毛淡叔正在家里搞扩建的时候 已经变异的蜘蛛突然就出现了 然后他们家的猫就跟蜘蛛展开了一场混战 听着猫咪一声声的惨叫 把毛淡叔两口子全都吓叫 第二天一早 当大兄妹正打算出门的时候 被冷淡姐给叫住 冷淡姐说俗话说漫藏会道也都会延 你长得丰入肥臀太太够人了 带上防狼器省得那帮孙子占你的便宜 大兄妹说妈咪啊 过几年你就知道我身手不烦了 黑瓦夫一出手 保证把那帮孙子全都虐整狗 就在这个时候 刚从外地回来的胡子哥呀 拿着野花来找已经离婚的冷淡姐告白 胡子哥说咱俩从小玩过家家 可惜阴错阳差呀 不然你早就是我孩的忙 当我听到你离婚的喜讯之后 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咱俩能不能聊一聊 冷淡姐一看胡子哥小点通红 就知道对方是动了真感情了 于是扑施一笑说 看你这猴急的脾气 咱现在就去 转场之后 当小正太来到蜘蛛农场 发现龙套叔屋里全是蜘蛛 而能够证明龙套叔曾来过地球的唯一正物 就只剩下一只破鞋 当小正太正在矿井里瞎球转的时候 已经变异的蜘蛛突然就出现 小正太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意识到再不跑肯定得两转半 回到家之后 小正太说那些蜘蛛全都变了硬 咱再不抓紧时间跑 早晚全都在嗝的屁 冷淡姐说你这倒霉孩子 整天不是尿疮就是给我帮到忙 你要是再跟这儿胡说 我立马给你找个猴爹开起车 转过天 当眼镜叔正在矿井里打钻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知道谁把谁给掐断了 哎呀要说老司机这口 绝对能气吞善和呀 再看眼镜叔一张嘴就打算吸出水 虽然眼镜叔的活不错 可到最后还是出了这货 蜘蛛精说 大叔我就喜欢你这飞火量 不如到盘色洞里逛一逛 到了晚上 蜘蛛大军又偷袭了市长背头叔的托鸟园 看着自己心爱的鸟一声声的惨叫 背头叔当时就瞎叫了 转场之后 胡子哥到王大爷的店里去刮胡子 胡子哥说 大爷你可加点小心的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帕丁森呢 王大爷说把心放肚里老弟 我这把刀哥智闯挖鸡眼 从来不曾说一眼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我们看到大兄妹和龙套哥呀 正亲得兔木星子乱飞呢 大兄妹说 你压的口臭我算是彻底收购了 而且你劲是不是打算了 干脆削索算了 可此时的龙套哥根本上路车了 龙套哥说我现在很冲动 要不马上怒我非得别出病 当龙套哥正打算 强行跟大兄妹minder me的时候 大兄妹掏出防囊器 直接就捅向了龙套哥的作案工具 大兄妹这边前脚刚走啊 蜘蛛们就出现了 龙套哥一看这当下就是一颤 时间不大 一帮客串的全都领了好饭 转场之后 当大兄妹刚洗完白白啊 蜘蛛精就从窗户爬了进来 没有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的护架 大兄妹的心里还真有点怕 咱来瞧这个画面啊 连苏哥都有点害羞不敢看了 经过一番混战呢 沉着冷定的冷淡姐 一枪就让蜘蛛领了好饭 到了晚上 当王大爷刚关了店呢 蜘蛛就出现了 看着自己的好既有被虐成狗 王大爷死的心都有 接下来啊 蜘蛛们首先偷袭了冷淡姐的家 不过一看这几位啊 都是主演 就知道这场戏肯定是有心无险 随后冷淡姐利用辫子哥的私人电台啊 向全人民发布警告 说变异的蜘蛛们的已经杀到 这会儿还在外面逛夜店泡酒吧的啊 都赶快回家 准备好擀面杖和下载刀 一旦发现蜘蛛啊 就往私里敲 蜘蛛精一看冷淡姐竟敢通通报气 当时就来了气 上去就是一招老寡妇推磨 当时就造成了一起车祸 不过由于这孙子毛手毛脚啊 最后还是让冷淡姐这帮人给逃跑 紧接着蜘蛛们开始向小镇发起了警告 一帮不听劝 还在抛夜店的客串呢 很快就领了炒饭 转场之后 大家伙全躲进了相对安全的大超市 和蜘蛛军团呢 形成了对峙 蜘蛛精一看可就不干了 说弟兄们给我冲 干掉一个人呢 赏两块现代牙 谁要是能活着大兄妹 还另外给小费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时间不大 一帮要钱不要命的蜘蛛啊 就冲进了屋 不过这把玩意儿 在来之前呢 显然是经过了培训 进屋之后 队伍是井然有序 谁前锋 谁中场 谁后卫 分工明确 并且踩着节奏喊着口号 把屋里的人呢 全都吓掉 经过一番鸡飞狗跳的混战 胡子哥和冷淡姐 利用矿井里的瓦斯 让蜘蛛们全都聊上饭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汤诗压行吗 此片画风不太对 基本没法去归类 所以坚持要看完呢 都是为了大兄妹